各位大家早,我們請次長 請次長 市長您好 社會救助法新制在7月1日上路 那當時有一個效益的評估 就是說這個法上路以後呢 我們可以增加照顧收入 低收入戶兩萬一千名 大概五萬四千人左右 那麼另外還可以就是說 有新的界定這個中低收入戶納入照顧 大概會有十八萬三千戶 大概五十三萬人左右 那麼合計加起來大概應該是二十萬戶 二十萬四千戶五十九萬人 那這個時候是在修法之前 按照當時的這個情形去做的評估 也就是說目前我們降價區的時候 就會有這麼多人收益 但是呢從七月一號到十一月四日為止 那麼以核定的這個低收入戶 大概一萬五千戶 四萬一千人左右 中低收入戶兩萬九千戶 大概九萬五千人左右 也就是說總共新增的這個人數是 十三萬七千人 那這十三萬七千人跟當初預估的這個人數 五十九萬人差距不是有點遠是相當遠 那這次 那我們看說這個法從七月一號通過 如果到現在 那麼整個社會的這個經濟環境 沒有比較好 那為什麼你當初估的這個人數跟實際上的情況落差這麼大 是 跟委員報告 當時啊 估的一個增加的一個戶數跟人數的部分 是用一個年度 整年度來估算的 你的意思是說情形會越來越壞嘛 就是在這個政府的這個 這個嘛 政府的領導之下 這個經濟越來越壞 失業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到時候會有五十三萬人增加五十三萬人 你不能用一年 你就說 你就在估計的時候 就說我整年 然後我的趨勢實際上沒有錯 但是你的估計就是已經唱衰你們馬政府嘛 是這樣子嘛 是這樣的確很多人失業 沒有錯 你們評估的非常正確 不過跟委員報告 我們當時候評估是有增加中低收入負責 對啊 沒有錯 再增加那麼多的人口 可是這些人到現在人數少了嗎 沒有 我們現在 我現在說就是說 你們當初估的時候其實是以現狀 跟一個好 我預估嘛 將來社會會怎麼樣 你們預估是社會越 因為社會的經濟就是國家的經濟會越來越不好嘛 你們這樣猜 就是說 我不能講你唱衰啦 但是基本上你們是根本就是看不好 這個政府在這個領導之下這個經濟會越好 人民的生活越好 所以會越來越糟糕 這個事情讓我覺得蠻遺憾的 跟我們報告 沒有關係 我們當時候是針對 它的一個人口自然增加的部分 因為 人口自然增加會越增加越窮 越死了 小孩越散 這樣就不要死了嘛 不是 是自然增加的部分是有一些低收入 它是自然每年都會增加的 然後再推估 我這樣講啦 我這樣講啦 就是說你們今天修了以後 立刻可以看到的 跟未來可以看到的東西 但是你根本就不應該說 我在我的一個執政之下 這個中地收入戶的人數會越來越多 應該是發生是說 我這樣下去以後 因為現在現況 我馬上cover很多 就是說會納入很多的人 那未來的情況下 當然有可能有好有壞 你去平均值嘛 不是在講說 每一年都有自然增加率 那這個社會就是說 會越走越糟糕嘛 就是 這是你們的這個執政的理念嘛 這個社會是越來越爛 不是633 人家633是有個願景啦 結果你們弄一個黃金十年 未來 這個中地收入戶的人數會越來越多 而不是放寬才多 今天是因為放寬 我們突然增加很多人 是這樣子的意思 而不是說 我現在預估將來 這個中地收入戶的人越來越多啊 你633的願景在哪裡 沒有 跟委員報告 沒關係啦 你633就是63個 是一方面啦 是自然 低收入人口的一個自然增加 因為自然會增加 因為政府沒有作為的時候 不但自然會增加 因為自然增加了很多 我們可以提供數據 它每年是逐步成長 沒有關係 好 來 那現在就是說 那 這裡面除了說 你剛剛 就是說 今天為什麼會增加 你一直在講說 這個是整年的來去評估 預期將來經濟越來換 但是我們現在還講到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 地方政府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地方政府在這個做這個審核的時候 它事實上是嚴格的 就是說 也有 也這個地方 有些 像特別是 這個南部 它越窮的這個縣市呢 它越嚴格 台北市呢 這個越有錢的人 它越鬆狂 那越鬆狂的這個城市 它是讓生活水準越高嘛 所以這裡面產生就是說 窮人也有貧富的差距啦 窮人也有貧富的差距 那我現在問就是說 在認定的資格上 好 相對有這個寬鬆 所以你應該去就是說 在這樣 四個月下來看到這樣的東西 你應該去 跑去看說 這裡面到底出什麼問題 是不是要加以來協調等等的 好 不要說政府 中央修法犯寬 然後地方一直在踩煞車這樣子 那最近就看到一個媒體的報道 我今天在看這個 這個江副長 我真的覺得他這個留著這個 叫大家 內政部懇請您一起來幫助弱勢民眾 他懇請誰來幫助民眾 他今天只要跟縣市政府講好 你在審核的時候 請你有慈愛的心 有靈敏的心的時候 我們今天受幫助的人就很多了 他現在在講這個心智上路啊 然後就寫了一封 文情並茂的信給大家 很多人在E-mail都收到 但是當這裡面在講 在懇請大家的時候 另外一隻手卻是一直在限制 這個勤領的資格 內政部是做一套做一套啦 我今天講這個媒體披露的這個案子 清水區的一個低瘦路婦家庭 有一個高三的這個女學生 這一家人呢 她是低瘦路婦 阿嬤照顧三個小孩 因為先生 阿嬤阿公 先年紀也很大的 可是因為腳受傷不能去工作 孩子入獄 媳婦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一個人要 去賣菇菜喔 賣菇菜賺錢 賣菇菜是非常賤的這個 賤價的一個蔬菜 這樣再也撫養三個小孩 領低收入戶的錢 這個女孩子高中女孩子非常的孝順 去念了這個這個學校去做建教合作的這個建教生 阿你做建教生一個月拿五千塊 然後呢 你們就說 太難五千塊了 所以就 取消她的這個 中地收入戶裡面的這個 學費的這個補助 根據這個台中市政府 他說他一直跟你爭取說 像這款的建教生 他的薪水不要納入裡面計算 就是把他 就說他的薪水不要納入計算 但是你們 這個 部長在懇請大家一起幫助弱勢的時候 你們回給地方的信誓說 目前吼 內政部在 決議 建教合作生因擔任技術生期間 自雇主領取生活津貼 無法 領取這個就學的生活補助 是 是認為 不符合公平的原則還是不符合 不符合 那地方政府在做什麼呢 他不符合他地方政府這樣做 那你們有沒有 你們懇請大家做的時候 你們對於縣市的這個 這個管轄就非常的弱嘛 不符合對不對 所以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去 跟委員報告 這一個個案 其實我們也 也有去做深入的一個了解 我們不要講個案好了 我先講說 當然這個個案我們聽起來是 你們深入了解他其實 是不是真的那麼可憐 或不那麼可憐 我不管啦 縱使這個家庭 我們如果看到這樣的一個家庭 你你你你最就是考慮 這個建教生 到底要不要納入 這個他的所得要不要納入計算 這是津貼呢 還不是薪資哦 好好 那我要講是說 這個 他們雖然有生活的津貼 但是生活津貼大概是一般到五千塊到 17880不等嘛 那訓練的方式也是一種輪調式 階梯式的 也就是說一年受訓的時間也不一定 整年都在受訓 階梯式的有時候是三個月有時候 幾個禮拜嘛 所以生活今天是非常少的錢 也不是固定的薪水哦 所以你變成就是說這些小孩子他非常辛苦的 願意在讓家庭生活更好 所以去做一份工作的時候 你就說 你就有賺五千塊啊 我給你取消 還追回以前拿的錢哦 我這個實在是金康耶 沒有跟委員報告啦 這一個案我們暫不追回他 已經花的一個部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在8月23號市長所主持的 邀請各地方政府來沿上的一個會議裡頭 也有針對啊 建教生啊 他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會朝最有力的一個方向來處理 因為現在是要界定他的一個生活津貼 還是薪資的部分 這個就是生活津貼嘛 我們在那個 你在他也不用繳稅 他這個錢拿著是不用繳稅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把它當成一種收入來看待啊 你去問那個國稅局 看這個小孩子的這個建教生的這個錢 沒有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韓文老會來解釋了 那那個 就是說有關於老人照顧的部分啊 那我們這個老年人失智的婦女越來越多了 那比 又比男性更嚴重 我們在這個女性如果到了75歲以上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 失智的人口都比男性多一倍啊 就是說在比例上多一倍 所以 可是我們對於這個 失智老人照顧的這個日照的服務 只有12家而已 那這個部分請你們能夠加強 最好還有一個一個在這站動一兩分鐘 99年公益彩券補助的金額 總共是十一億七千多萬 那可是呢沒有核銷完成的金額大比例是42% 那這裡面呢看起來有兩種類型 中和業務跟老人福利兩類 這兩類裡面80%的金額都沒有核銷 然後呢我們再來仔細看到底是誰沒有還錢 中和業務裡面19項裡面沒有核銷的 16項是政府機關所申請的計畫案 然後老人的裡面呢100案 100項裡面45%也是政府機關所申請的 所以政府機關民間喔 甘願政部清2萬塊 核銷到退見退見退見 然後呢民間團體是很擔憂 我甚至跟我們那些婦女團體說 那來政府2萬5萬元 別把它秦了 我來關就好了 這麼刻 可是對於政府 你們這個政府機構沒有核銷 99年到現在沒有核銷 你們竟然沒一件啊 你不要跟我講延續性的 延續性的沒有幾件 16項的那個那個 綜合業務裡面 16項沒有一個是延續性的計畫 老人福利裡面 45項裡面 只有兩項是延續性計畫 我請問你為什麼沒有去好好的監督 是 跟委員報告 有關公財回饋金這一個部分 那部分是工程他還沒有驗收完畢 所以啊 我們會持續來 請他們趕快來核銷 好啦 高財高你 金戶 這裡又再一個 就是說人民不可以點燈啦 那個政府要怎麼放火都沒關係啦 政府不照法規來都沒關係啦 人民 讓你 讓你 拉得很酷的 因為這個他假如沒有回銷的話 下個年度就不能再申請 我們還是這樣的一個原則 好謝謝 謝謝